這個遊戲是中國做的那個什麼啊 類似八號出口的game啊 應該是非常的... 呃...就這樣吧 隨便看看吧 呃...應該是選... 排行榜模式應該是一般模式 他全程都是語音配音耶 會不會太大聲啊 歡迎來到規則怪談世界 殭屍不能甦醒 符咒可以鎮壓 環境變化就代表殭屍要起來了 堅持到七星燈亮起 請我看看啦 這什麼東西啊 Bilibili 他還打個廣告這樣子 誰家啊這裡 哇 這怎麼辦啊 一路走好 這個好像都不能撿東西吧 貓咪怎麼辦 我看 哇這裡沒什麼可以點的 這個... 這該不會一些小東西都會變得不一樣 然後要找怪獄吧 我是希望能夠出現... 明顯一點的 你們的腳尾範 我要找到他七星燈全部亮起來啦 魔鬼的步伐 貓咪到時候會變得不一樣吧 腳踩七星 走了走了走了 第一個應該就是對照組啦 這邊開始有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不知道 記不起來 而且 是有錯的往後勒 還是怎麼樣勒 現在貼服不行嘛 因為... 他還沒有要蘇醒的... 跡象 七星燈不是異常 發現場景不同的地方貼符咒 哦... 哦... 你... 你等於是你過了第一個 然後他要點滿七個 你才能夠正常的... 就是... 驅... 驅僵屍吧 能夠貼符咒的地方 就是有問題嗎 貓咪能不能貼啊 貓咪能不能貼啊 棺材可以貼耶 可是不對啊 棺材又沒有什麼... 回憶的地方 直接過去看看啊 哇啊... 我不是在做夢吧 這次出錯的內容是他的... 排位 哇塞... 這有些是... 很小的... 很小的... 小地方喔 這該不會都要記吧 不可能吧 這種太細節的 會讓人玩得很煩耶 貓咪的頭上凸了一塊... 你沒... 你沒注意到 他是說有異常就要貼嗎 剛剛的字是這樣子嗎 我曉不起來耶 你姓李嗎 是姓李嗎 哈哈哈哈 怎麼記啊 所以好像是有異常你就貼棺材就對了 哇 完了 因為沒有那個異常所以我亂貼也是失敗 對就是這樣 然後你要對七體你就可以過關了 反正就是倒茶就對了啦簡單講 你看什麼理工白斧君什麼的 不想走了好累啊 累死了 理工白斧君 理工白斧君 第一個先能夠記得先記一下 香有幾根我怎麼知道啊 左邊靠窗原本有沒有椅子 蘋果有幾個啊五個是不是 五個五個三根香 這邊椅子本來就在這邊吧 不管了我要去衝了 我又錯啦 我又錯啦 貓咪有問題 貓咪真的是吐一塊毛嗎 剛才貓還在地上走來走去欸 我竟然沒有發現任何的問題 什麼 這我怎麼看得出來到底有沒有問題啊 有結紮跟沒結紮嗎 這開玩笑吧 第一層不用看了 剛剛是第一層 龜靈的那層 這層才要看 不要炸屍啦 這個一定要貼了吧 貼 綠服就是OK了可以走了這樣 敲鑼之後 移動 發生可怕事 敲鑼子可以正常移動是什麼 這個每一個關卡還有一個規則在 敲鑼不要移動 敲 敲鑼不要移動就對了 不要移動 不是說停就可以動 總是要等到敲另外一種才可以動 耳朵好癢喔 挖挖耳朵繼續 腦子很癢 這好像是一個靈堂 先看一些簡單的 我得想辦法離開 一路走好 永垂不朽 這邊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事情 這隻貓 胖了一公斤嗎 香本來就沒點吧 香本來就那樣子吧 走了走了 關公姿勢不對 欸這是鍾葵 這不是關公欸 哇你怎麼注意得到啊 你好厲害啊 這個規則是一樣的 一路走好 這根沒有點著欸 我還去貼符咒 那我貼了也可以走了吧 他這個螺子每一回合都開始會敲了嗎 我去看看 去看看 四張符 沒錯嘛 貓 不知道哪有什麼不一樣啊 大看之下 大看之下 沒有問題 呵呵呵 痾... 貓會偷吃貢品 誰知道啊 吃的非常香欸 這好像是一個靈堂 有斜腳印欸 有斜腳印欸 有斜腳印走去吃腳尾飯了 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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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貓一直在看著我 有問題 快走 怎麼不寫個滅 滅殺 進入新房間不能站立 不能站立 移動 這兩個字是矛盾的呢 這是不是中文啊 蹲走 理工白斧君 我怎麼都在 戳在我哪裡啊 這個也是異常喔 怎麼那麼好像 貼貼貼 貼了就對了 我得想辦法離開 什麼時候手上多了一個 只是閃啊 欸 夠了就沒有了 這是個靈魂塞給你的 視角會顛倒 最討厭視角的是滑鼠顛倒吧 這好像是一個靈堂 好 你看滑鼠又顛倒了 討厭欸 最討厭這樣子 要把滑鼠倒過來玩 永垂不朽 我剛剛一瞬間看錯是睡不好 哼 四個福 這是進入循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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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我還沒有看到奇怪的現象 老闆 這個字也沒有不對吧 貓 貓 他在這邊窩在某個角落啊 然後就是故意要引你去那邊亂貼服 他真的不見了 老貓在這邊啊 怎麼變黑貓啦 十七副你幫你丟進臭水溝了 該洗了 貼了服就正常了 走了走了走了 你只有60秒時間看 我先帶在這裡偷看 我先帶在這裡偷看 不進門都不算開始 上面有60秒 怎麼又在呱啦呱啦的吃貢品啊 怎麼又在呱啦呱啦的吃貢品啊 這到底是 完蛋完蛋找不出來喔 我走了喔 走 前面好像有張奇怪的紙條 進入房間不要碰到地板 線 蛤 蛤 難不成我要這樣子跳喔 喔 喔 會亮啦 喔 可是這女的跳很低欸 呃 禮公白斧君 我得想辦法離開 要 四個符咒嘛 規則真是 看有沒有什麼燈沒點起來的啊 之類的啊 這隻貓咪應該 這隻貓咪應該 這隻看起來應該正常正常喔 他也沒有看著我嘛 也沒有變黑嘛 也沒有變成人之類的 對啊 正常嘛 這是我的最後的 七星燈指的是這兒嗎 最後的一關了喔 顫重 算盛重再慎重 白斧君 我要衝門了啦 沒什麼 沒什麼異常 欸 椅子倒立起來 看到了 看到了 噢 噢 我想走了 好累啊 對他貼輔助 成功 這女的好鎮定喔 成功了 復線循環模式 等等喔 你會體驗到本遊戲的所有異常事件 試試看 那這樣子我不是要重新 重新再來嗎 他不會有什麼紀錄說你已經看過幾種吧 我看過的他應該不知道會不會出來 奇怪 就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重複 說真的 好像沒什麼特殊事件 欸 差點就踩到了貓咪倒著嚕欸 哈哈哈哈 欸 欸 糟了糟了糟了 特殊事件 哇天能 嚇到 那特殊事件是不同的捏 還是要看一下 前面好像有張奇怪的紙條 地板線又再一次 特殊規則是每次都隨機隨機這樣 大略先 瞄眼這樣 我不喜歡跳線的這個特殊規則 好煩喔 感覺好陰森 感覺好陰森 貓怎麼又消失了啊 貓貓在那邊 好像沒有什麼不對的對不對 走了走了走了 好 紅 螺 一路抓好熔錘不朽 好 好噁心喔 這怎麼了啊 臭了喔 幹就臭了 前面好像有張奇怪的紙條 噴著移動 好噁心喔 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沒有看過蘋果會變的 好噁心喔 熔采不朽 熔采不朽 欸 欸 欸 這八卦鏡上面圖案不太對喔 嘿嘿嘿 走 我得想辦法離開 蹲著移動 準備不許 就 roommate 一眼就看穿 太棒了 這個太棒了 不要碰到地板 走進去發覺四尊僵是在打麻將 你攻白斧軍 四個 這次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不一樣 跳藥室真的很麻煩 怎麼辦 又重來喔 天哪 那我剛剛看過的有沒有算在裡面啊 怎麼又拿閃了啊 這會重複的呢 是新店 還是我玩到這邊就好了啊 那這個遊戲 我覺得做得不錯啦 但是它需要一個 收集全異常的功能在裡面 就是像我們之前玩的那些 異變遊戲一樣啦 那我先關掉啦 呢 也來吧 好什麼 說明這樣 也來吧 就這樣聽著了嗎 如果大家關掉